在今天的天氣形態來說 華南雲帶影響的是北部地區 不過到了中南部來說 天氣晴了 中午的溫度可在家 已經到達了30度 明天的溫度會比今天 還要再更暖和 不過只有一天的時間 我們就來看看 這未來一個禮拜 溫度的變化了 從天氣形態來說 在明天的時候 陽光會露臉 溫度形態來說 隨著風向偏著南風 日夜溫差相對的 會比較偏大 中午的高溫 北部地區接近30度 到了中南部可都達到了 31度的高溫 但這個週休假期 往北往東走 開始轉為室而良的天氣 因為封面雲帶 在週六的晚上的時候 就要通過北台灣的上空了 而在中南部的旅遊活動來說 仍然是天氣晴了 但到了禮拜天 一直到下週二的時候 隨著冷空氣 開始逐漸的增強 往北走由雨 往中南部天晴 但是溫降的幅度 會越來越明顯 尤其到了下週三 下週四 冷氣團的影響 這中部以北的低溫 可就會降到了沿海部分 12度的低溫 台北側站13度的低溫 所以在週三跟週四這兩天 我們將會受到今年入冬以來 第一波的冷氣團影響 就來看一下衛星雲圖了 雲圖上面先注意到 雲層的發展 北方有雲帶 正在由西往東走 這就是華南雲帶了 今天華南雲帶東移 使得北台灣的上空雲層量多 北方的高壓 也已經東移到達韓國了 風向開始變為偏東北東風 明天白時 白天的溫度再上升 因為風向有一點點 偏著東南風上來 那北方的冷高壓的冷空氣 就已經開始逐漸的通過了 黃河流域 往長江流域方向再移動 那我們接著來看一下 真實色彩的雲圖 從這張真實色彩的雲圖當中 就可以注意到 從華中到江南地區 有大片的水汽帶正在東移 但等到明天的時候 台灣上空的雲層量發展 就會明顯的要減少了 那接著禮拜六開始 封滅雲帶開始通過北台灣 我們的溫度形態來說 在禮拜天以後 開始逐漸的下降 而這一波的冷空氣的影響 在週日到週二的時候 北部跟東部地區會有雨 但到了禮拜三以後 乾燥的北風吹進來 天氣晴朗之下 要注意的就在於晚上 因為晴朗再加輻射冷卻 溫度在週三跟週四低溫 在沿海部分就會在12度低溫 來看看今晚到明天的溫度了 晚上的溫度有點涼意 白天的高溫 北部29 中部31 南部30度 但到了北部地區 明天傍晚以後開始有點雨 東半部地區雲多 到外島地區來說 馬祖是多運事情 金門跟澎湖天氣晴朗 小丁玲 兩件事情要提醒 日夜溫差明顯早晚騎車保暖 山區夜晚寒冷 山區活動朋友穿著注意 再次遊行 二樓 萬房 二樓 甘想 二樓 四扇 ? 感谢观看